請合掌 一起唸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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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請放獎 今天終於來到我們最後一堂 第六堂 終於捱到今天 完了 我們事不宜止 立即開始 因為今堂也有很多內容 我們事必要將這部《廟花蓮花經》 六堂講完 上一堂我們就講到這個 《徐喜功德品》 即是你聽《廟花蓮花經》 有什麼功德 去到今堂 就來到這個 《法師功德品》 即是你在《廟花蓮花經》 不只是隨起 一個發一個歡喜心 之後有一念的信解 你是 隨著《廟花蓮花經》 裡面 所有的 那些壽慈 讀眾 去愚說 去修行 這樣得到的 種種功德 《廟花蓮花經》 《法師功德品》 第十九 好 那我們來看看經文 《二時候佛告常精盡菩薩摩薩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詞是發花經 若讀若中 若解說若書寫 是人當德 八百眼工德 千二百以工德 八百被工德 千二百虎工德 八百身工德 千二百以工德 以示功德,莊年綠根,皆寧清淨 那些人經常說什麼是綠根清淨,綠根清淨 那《苗法蓮花經》這裡就告訴大家 究竟什麼才是綠根清淨 其實是深深契入佛之之見開悟的一個果 那怎樣去清淨我們綠根呢? 其實《苗法蓮花經》這裡沒什麼怎麼說 怎樣去令到我們的綠根清淨的一個具體的原理 不過它是陷藏在裡面的,當然它有說 那其實你要清淨你的綠根的時候 你就要好像《心經》所說的 綠根不可得,綠根就是清淨 所謂這個 無眼耳鼻視身耳,無色聲香味觸法 那這個原則就從這裡來的 何謂無呢? 那其實《靈驗經》就說得很詳細的 就是在這個綠根清淨的那一部分 那它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跟這個阿蘭尊者和佛陀 這樣做很多的問答 去找個心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靈驗經》 七處精心 則心不可得 去找個心在哪裡 但是直到二十五元通 都是說著用這個身心經驗去得到開悟的 那告訴我們其實所有障礙 是六根來的 但是解脫也不會離開這個六根 那麼《靈驗經》有說了 隨拔一根 脫黏來復 復歸原真 發本明耀 耀性發明 諸如五念 應拔完脫 那麼它是很優美的 這個《靈驗經》 不過那些中文有點難明 那麼我告訴大家 那麼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只要不跟隨六根的一一有為上 那些此彼得失 理我 有無 任何一根脫黏內復 都可以復歸原真 原真是究竟實相 任何一根都可以見到諸法實相 由這個實相不可得的道理的時候 你看到諸法實相不可得的義理 其餘五根 都會同時解脫執著 然後 然後呢 不由前塵 所起之見 明不秦根 既根明發 由是六根 互相為用 可以六根通用 你的六根不需要前塵 即是外景六層 去生起所知所見 所以可以六根互用 就好像《聶盤經》所說 佛陀其實是如來一根 譬如他用眼 除了可以見顏色 眼還可以聽聲 還可以聞味 別味 臭香 知法 一根亦耳 如根亦然 所以你看佛桌 每一個根 它都是通達一切的 六根的功用 三千大仙世界 所有的境界 現出來 全部都在你一念心裏面 一職一切 一職一職一 佛在《靈驗經》裏面有說 這是六根通用的一個例子 不需要用眼耳鼻視生意 去直接接觸六層 他説 柯難與起不知 今此會中 柯難難你不知道嗎 今此會中 阿拿律陀 無目而見 阿拿律尊者是盲的 看不到東西的 但是他可以無目而見 不難陀龍無耳而聽 這個不難陀龍王 他沒有耳朵的 但是他用他的覺 就可以聽聲了 這個黑河神女 非鼻而聞香 他沒有鼻 但是可以聞到香 嬌泛缽提 疑味 疑舌滋味 信若多神 無身覺足 無身體 大家都可以接觸 摩加涉 九滅耳根 這就是下面 看看 如來光宗 影令暫然 則為風則 記為風則 其體願無 諸滅盡定 得直聲聞 即是如此會中 摩加涉 他已經得到滅盡定 他的心已經滅了 九滅耳根 但原明了知 不因心念 他在一念心中 不需要透過這六根 但仍然可以了知 其實 只要你覺悟 本來沒有框框 你就可以走出這個框 不需要必定 用什麼形式 去經驗這個世界 所以六根空 六根就可以顯現 無邊的莊嚴功德 這是六根清淨的真正意思 我們看看妙發言花經 怎麼說 是善男子善女人 父母所生 清淨玉眼 見於三千大千世界 內外所有山林河海 夏至阿被地獄 尚至有鼎 亦見其中一切眾生 及葉因緣果報身處 適見適知 你要不執著所見的東西 你才可以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現象 你要是很大的無所住的能力 才有辦法安住在這個境界 你見一切色相而不執著 如果不是 你見到不接受的東西 我們會起親的 我們會執著 見到喜歡的東西 那就起貪了 只會增加煩惱 不是六根清淨 你一看 誰去完廁所又不用手了 誰 新iPhone又出了 你看完十方一切的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不新貪真痴 怎麼可以安住在直證的境界 其實是無所住的能力 非常之強才可以做到 才可以安住在這些境界 單單只是人道這一部分 所有的因緣果報 你都不會有辦法全部接受 何況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眾生所有事 所以這個能力 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說 要超過六種大海 才可以做到 哪六種大海 就是眼耳鼻舌生兒 眼有眼的大海 眼的大海 它的波浪就是顏色 如果我們由此岸去到彼岸 我們就需要不執著所有的顏色 我們才可以去到彼岸 所以要有這個能力 就要越過這個色相 所帶給你的種種的影響 那麼你不執著 才可以得到這個這樣的 其餘五根也都是一樣 因為六根清淨的時候 你所攝受的很多很多信息 是無奈無邊的 那麼你要不執著 才有辦法安住在當中 而有智慧 再看下去了 福次常精盡 若善男子善女人 授詞此經 若讀若訟若解說 若書寫得千二百以功得 以示清靜以 聞三千大千世界 夏至阿備地獄 上至有頂 要言之 三千大千世界 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 所有的聲音 雖未得天意 未得天人的耳朵 開天意 神通 以父母所生 清淨常矣 皆識聞之 如是分別種種音聲 而不壞耳根 分別所有的音聲 但是耳根都不會壞 之前眼的功德是八百種 現在耳朵的功德是千二百種 多了四百種 多了些什麼 就不太知道 不過 我想最重要其實 其實它是 淨化心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你聽到的 是可以聽到諸佛 教化眾生的那個法音 你看只是看影像而已 但是你聽的時候 你可以修行得很快 因為你不離善知識 菩薩他經常可以聞到諸佛的說法 那他的善根自然增長得很快 好 再來 經文又說 這個菩薩如果修行會法蓮花經 成就八百備功德 以示清淨備根 聞三千大千世界 上下內外 種種豬香 若香 不是只是香 若臭物 全部都知道 那小成的六神通 其實很少說鼻子可以做些什麼 它只是說鼻子會呼吸 就是安娜邦娜 這個觀呼吸 出入色 眼其實就有天眼 耳就有天耳 身有神竹 耳根就有他心通 宿命通 和劉進通 這一段經文就是彰顯 秘根的一個殊性功德 以及六根互用的一個道理 其實六根互用就是一個秘根可以做到 首先最明顯的 這些經文裡面有說的 就是那些花果香 燒香 燒香 香水 他一聞就知道 然後再微細些 是牛 是馬 是獅子 老虎 男人 女人 甚至什麼草木 什麼樹 一聞都知道 甚至很遠 都可以聞到 這其實是出現了眼的功能 他聞一聞就知道 那隻是牛 那隻是男還是女 之後 他還可以聞到 天界眾生的香 如果這個帝昔天 在套利天那裡說法的時候 一聞就知道 啊 在講經 在套利天 在套利天 就是比喲比喲尼 精進讀經的時候 一聞就知道 問一問 嗯 金剛經 一聞就知道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耳朵的功能 乃至到修行人 入禪定出禪定 是善心的 惡心的 開心的 不開心的 一聞就知道了 這個是什麼 觸感 味覺 心念 全部呢 通過一個鼻呢 可以感覺到 就是你修行妙法蓮花經 有這樣的功用 很厲害的 雖未得菩薩 無漏法身鼻 而是持經者 先得此鼻相 那之後又說了 修行這部經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 千二百 涉功德 若好若醜 若美不美 諸苦結蜜在其舌根 皆變成上味 如天金露 無不美者 那這個其實就 講出另外一個道理的 那就是 自受用的境界呢 全部都可以變成清淨 無論是色聲香味觸法 如果是大菩薩的自在呢 還可以讓其他人 去受用這個清淨的 那既然可以變成一味的清淨 那也可以廣分別一切諸法上 無所住而分別 分別 但不壞諸根 那所以 除菩薩 去到什麼地方呢 去受用的境界呢 其實就是和淨土無二無別的 那你不要以為 菩薩聽到很多聲音 聞到很多臭東西 看到很多色象 但是他可以選擇 受用不受用的 就是除他的心念 可以去住在安樂的境界 那經文呢 接著又說了 若以涉根 於大眾中 有所演說 出心妙聲 能入其心 皆令歡喜快樂 那你涉中的能力呢 就強了 吸引力就強了 乃至到天人呢 都會被你吸下來 聽你講佛法這樣 乃至到呢 若欲以妙音 騙滿三千界 隨意即能智 那就不用用咪了 那三千大千世界呢 一時在這裏廣播都可以的 overover 那樣 你就聽到 誰誰在那裏說法了 因為你能夠 講經雲法的時候呢 那經文就說了 十方諸佛呢 都會向你那個方向去講佛 都會去互念你 你在那裏 那他就會快點 看你得到成就 可以受持一切的佛法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超乎常人的一個 魂法的一個 一個厲害的功德 那之後呢 如果你可以修行這幅經 我們就去到八百新功德了 怎樣呢 得清淨身 如淨流離 眾生喜見 其身淨故 三千大千世界 眾生 生時死時 上下好醜 身善處 惡處 適於忠然 乃至在身裏面 見到這個 聲文呀 癖之佛呀 諸佛菩薩說法 那有時候呢 就是 你如果修行 六根清淨的時候 那眾生會喜歡見到你 有時候你見到那些人 發臉有腫 印堂發黑 那你就知道其實 他可能生活習慣呢 有些問題了 有一股俗氣在裏面 那但是你見到一些老修行呢 那你不用說到六根清淨的 那你自然呢 就覺得這個人很乾淨 很自在 很清淨 那這些其實就是緣起果佛來的 你平時如果有修行呢 那會反映在你那個色象那裡的 那我們的心呢 我們的業力呢 跟果佛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你的心粗糙呢 那你就容易被景轉 那業障就重了 那人呢 就不會容易輕安快樂了 那如果你的心是微細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明白 少少實相 那我們再修行 再微細呢 再明白多少少實相 那你的業障就越來越少了 那你的人呢 就很快樂 和經常都會發氣充滿 那別人見到你呢 那就會給你那種清淨感染 所以去到哪裡呢 眾生都會歡迎你 又如正明鏡 識見諸識像 菩薩於淨身 皆見世所有 那六根一時互用 在一個身裏面呢 見一切身的 三千大千的所有境界呢 唯獨自明了 如人所不見 只是得自己受用的 其他人呢 看不到的 那之後呢 去到最後一根了 六根 得千二百以功德 以是清淨以根 乃至文一計一句 通達無量無邊之義 解釋以能演說一句一計 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 諸所說法 隨其易趣 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 若說逐間經書 自細語言等等 皆順正法 三千大千世界 六趣眾生 心之所行 心所動作 心所棄論 皆識之之 雖未得無留智慧 而其耳根 清淨如此 那你的頭腦呢 很清晰了 智慧呢 非常深遠 一句解可以解一年那麼久 那不是風繼續吹 吹水那麼吹 是配合前五根的大自在神通 加上這個無所住的智慧呢 其實你一解呢 可以變化出無量的道理 因為你所見的其實是很多人見不到的 你見到是三界所有的心滅 所有六道的眾生 你所聽到的聲音 是諸佛的說法 所以你所擁有的那個知識 所參考的 information 是很多的 那你所說的話呢 就可以變化無窮了 除眾生的欲望執著而說法 拔出眾生種種的煩惱 上至天人 下至地獄 畜生 眾生所有的心臉 那所有的世事呢 都被你看穿了 那麼再無眾生可以騙到你了 乃至到他們 在這裏說些甚麼事想 有些甚麼目的 全部胡理美霸呢 因為你的心清淨 那你就全部見到了 那以上就是六根清淨的內容 法師功德品 那如果大家 努力去修這部《妙法蓮花經》 或者小分 或者多分 全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些果報了 那我們再下去下一品了 《妙法蓮花經》 《常不興菩薩》 品第二十 經文就說了 意時佛高得大勢菩薩摩薩 於今當之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失優婆怡 持法花經者 若惡口罵力 誹謗獲大罪報 如前所說其所得功德 如向所說眼耳鼻舌 身耳清淨 那這個之前就說了 如果你誹謗傷害修行法花經的人 那又有大罪報 如之前所說 那甚麼叫如向所說 如向所說就是 被人輕賤 被人罵那一方 就會獲得六根清淨 就好像《金剛經》所說 若為人輕賤 是人先世罪要 以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罪要 周圍消滅 當得阿流多羅 三月三菩提 同樣的意思 那業障消 業障沒有了 六根就清淨了 佛佑說 得大世乃往古色 得大世大菩薩的名 大世至菩薩 乃往古色 光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柯真騎劫 就有二百萬億尊佛 次第出現於世 他們的名字叫做 威陰王 最初第一尊 威陰王佛入滅之後 正法滅了 就步入這個 像法的時期 真上萬比丘 有大勢力 這是佛台說的一個故事 關於上兵菩薩 和大世至菩薩說的 那什麼是真相比較大勢力呢 就是帶動佛教的主流 是有一幫自以為得到成就 而實際上 未得到成就的修行人 那就是真上萬人 那在同一個時期 有一位菩薩 比丘就叫做常不興 那常不興這個名字其實是花名來的 爲什麽呢 雖然威陰王佛 他是跟這個大眾講三成 就是聖民成 辟知佛成 和菩薩成的 教化眾生 那但是呢 菩薩呢 這個常不興菩薩呢 凡是他見到有佛弟子 比丘比丘尼 有菩薩有菩兒 他都會禮拜讚嘆 然後他就說 我不敢輕視你們 我深深恭敬你們 爲什麽呢 因爲你所走的呢 就是菩薩道 你都會成佛 三成不一樣的 那但是他個個呢 你無論是聖民成 他都說你走菩薩道 你都會成佛 無論是辟知佛成 他都說你說走菩薩道 你都會成佛 那但是 而這位比丘呢 他就不讀眾經典的 他只是負責呢 他禮拜鼎禮所有四眾弟子的 那所有的人呢 就叫做常不興了 那之後呢 四眾之中 有身親慰心不淨者 惡口馬力 言是無知彼憂 從何所來 自然我不興於怨 而與我等授記 當得作佛 我等不用如是 虛妄授記 那四眾弟子 有一部分人呢 就不歡迎他的 從何所來 自然我不興於怨 你哪位啊 你憑什麼 說你不輕視我們啊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一個 國家級的 踢球的選手 那你對著小朋友說 我不敢輕視你們 我很恭敬你們 你們 你未來呢 都會得到大成就 那會怎樣 大家歡喜 因為他說 哇 你國家級 但是這位秘憂 你哪位啊 你有什麼資格 說我們啊 其實這一句 就是在暗示 你們還未夠班 你現在還差很遠 但是未來 你未來一定可以的 所以呢 我現在不輕視你 為何菩薩要這樣說呢 因為對象是真相萬人 他們自己以為自己得了 開了誤 那菩薩呢 又說他們會成佛 那其實這個呢 就等同於跟他們說 你們所收的解決度呢 其實是方便法門 你們都未得的 未夠班 但是你未來一定得 那所以呢 人家一定會扯火的 一定會很生氣的 激到紮紮條 那就是說 我等不用如是 虛妄授記 你那些壽記呢 我不需要 是假的 我不相信 那沒有人呢 相信這個菩薩說的話 那菩薩這個行為呢 其實就是挑戰這個 真相萬比丘的執著 一直在那裡擊他們 如此經歷多年 整天呢 都被人罵的 被人排斥的 那但是菩薩呢 游棄人間 不身親衛 一點都不影響 他繼續這樣做 乃至到呢 那些人用石頭扔他 用棍勾他 那他呢 那他呢 還走遠一點 然後呢 就說 啊你們未來一定會成佛家 那樣 真是 很討厭的一個人 那到這個菩薩呢 臨死的時候呢 那在虛空之中呢 就聽到這個 威陰王佛 在世的時候 講這個 《妙法年花經》 二十千萬億計 《適能授辭》 《適能授辭》 《積得如上》 《眼根清淨》 《耳鼻舌》 《身耳根清淨》 那就立刻開悟了 明白了這個究竟實相了 那他快要死的嘛 那那時候 那怎麼辦呢 《近真壽命》 《二百萬億》 《哪由他水》 《壽命增長》 《不老不死》 那不死做些什麼呢 就廣衛人說 是法花經了 那原來呢 你就是這樣 弘揚一個概念而已 大家都會成佛的 恭敬所有人 吾身親恨心 那已經可以成就這個《六根清淨》的功德 那當然裡面其實是很多慈悲心 是想利益眾生 柔和忍欲依 以及很堅持 很精進地去做 不是別人排斥你 你就不做 你要做到別人習慣了你的存在 而不想著去改變你 啊他是這樣的了 就下去吧 常不卿嘛 哎呀 常不卿又來了 其實是做到皆知漢文的 人家就會改變自己去配合你了 那常不卿菩薩鼎勵你 啊 你們都會做佛的 啊 是啊 是啊 天氣熱啊 喝多點水啊 那邊還有人啊 你繼續拜吧 就是變成這個生活的一部分 皆知漢文 那然後日積月累呢 大家就覺得 啊 其實我都可以化菩提心 想一下成佛的 啊 那還有你每天呢 見到一位比丘 不計自己的身份 這樣去修行 你的心呢 都不會那麼囂張 還有傲慢 啊 可能呢 還有一絲絲的佩服 咦 我都沒有辦法 這樣去鼎禮人啊 而他竟然做得到 那我何德何能 有個比丘每天鼎禮我呢 那我哪能受得起呢 那所以快點去修行 快點成為一個真正的聖人 真正的福田 那你稍為懶惰一點 今天那個比丘又來頂禮你了 那你就真的要快點精準了 那所以呢 那你要懂得看的 菩薩日積月累這樣做呢 雖然是不正常 他這樣做是一定不正常的 那但是功德是很大的 那我想大家都會覺得不正常 不能避免 又是比丘 但是又不尊重自己 要去拜居士 那但是他不正常 不正常 他的作用就做出來了 就利益到眾生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故事 那菩薩開了門之後呢 那些真相萬人呢 見到他有這個大神通力 熬說辨力 大善直力呢 那聽他的講經 全部都願意下心 恭敬 信服隨從 那菩薩呢 就另外化到千萬億的大眾呢 安住在這個阿羅多羅三妙三菩提 究竟實相覺悟那裏 那命中之後呢 死了之後呢 又再遇到二千尊佛 叫做日月登明 命中之後 又再遇到二千億尊佛 叫做雲智在燈王 那他細細呢 都講這個妙法蓮花經 那細細都遇到佛 最後呢 功德成就 就圓滿成佛了 那而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色尊 色加馬尼佛了 那用惡意去罵菩薩 誹謗菩薩那些人呢 雖然 二百億劫呢 見不到三寶 還千劫 在阿備地爾那裏 BBQ 那但是呢 他們出來之後呢 都遇到這個 常不興菩薩的 那常不興菩薩是 其實就是 你看妙法蓮花經 就是法院 安樂行品裏面有說 除在何地 都用神通力 引之注視法中的嘛 都會拿回去上來的 最後都找到你的 那所以呢 最後所有人呢 誹謗過去的那些人呢 全部都變成了 不退轉菩薩了 那所以 妙法蓮花經 是可以大搖益 一切眾生的 令所有眾生呢 快速成佛 那以上就是 常不興菩薩品了 之後呢 就來到這個 如來神力品 第二十一 那這一品其實就是 細尊和十方的 分身佛一齊 現神通 去幫助 推動雲揚這部經的 那有十個程序 第一個程序就是 出這個蝕相 新一條舌出來 那佛的三十二相呢 就是 那舌可以伸到這個法善那裡 那普通的一個大福德相呢 一個人如果是大福德 那舌就可以碰到鼻子的 那不過呢 現在就是怎樣 出廣長蝕 上至凡世 那這個就不是 就是它用三十二相來現了 它是出條 條蝕一路 這樣升到去大凡天那裡 那就是很奇異的一個影像 那第二神力呢 就是 一切無孔 放無量無數色光 皆色遍照十方世界 那就是無量無數顏色的光 照天照地 散播在十方世界 現在伸完條蝕之後就在那裡發光 那釋迦馬尼佛及寶樹下諸佛 驗神力時 滿八千歲 這裡我留了 滿八千歲 然後還涉舌上 它驗這個神力呢 驗了很久 驗了八千歲 那這裡值得一提的就是 八千歲的時間呢 那它沒有寫成 這個如之前所說 五十小劫縮為半日 那這裡沒有寫的 它寫滿八千歲 那因為大家的無名已經破了 那所以可以堪忍安住 什麼叫八千歲呢 一百個一千歲 即是十萬年 那所以呢 在法花經上 所有人都不是一般人 所有人都是大菩薩 那之後第三 第四個程序呢 就是在這裡 一時慶喀 驅共彈子 示音聲 騙智十方諸佛世界 那新言條理呢 收回來了 那就剪一聲 新言條理 就是 咳咳咳 這樣就彈子了 一彈子 出這兩個聲 十方的世界就開始地震了 那這個就是第五和第六個程序了 十方世界有緣的眾生 以佛的神力 那全部呢 見到娑婆世界 無量無邊的諸佛 和大菩薩摩薩 恭敬圍繞釋加麻利佛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現這個神力的時候呢 十方世界全部同時 在那看著這個這樣的法會 就是 開直播 一按這樣 Live TV 那所有現場呢 就多了很多很多公眾 那在這裡 一起聽經 那那些眾生呢 就聽到有虛空的天人呢 就說 你過這個無量無邊的世界呢 有一位佛叫釋加麻利佛 你快點去歸醫去吧 快點供養去吧 那於是乎呢 十方的眾生呢 就在那兒遙遠地去 扔很多寶物 這樣去散落去這個 梳婆世界那裡了 那這個就是第九和第八個程序了 那去到第十個程序呢 就是 十方世界通達無礙如一佛圖 因為開了Live嘛 那所以你十方世界又見到這個會 這個會又見到十方世界通達無礙 那佛就說了 諸佛神力如是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若我已是神力於無量無邊 八千萬億柯真騎劫 為足累故說此經功德由不能盡 要然知如來一切所有之法 如來一切自在神力 如來一切秘要之狀 如來一切甚深之時 皆於此經 酸事顯說 那一切一切的秘密 一切一切的 所謂甚深的法義 都在這部經那裡說出來了 那所以呢 在佛滅道呢 大家就應該 滅道之後 大家應該 一心地去修行這部經 那隨著這部經 在什麼地方呢 那那裡呢 就很應該建一個塔 那這些都是經文的內容 那因為諸佛呢 會在這裏得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 轉法輪 乃至入裂盤 那以上就是 就是現神力的 這一品 就是如來神力品 那去到 接下來呢 就是足累品 第二十二了 那經文呢 就說了 意思 釋述 釋迦馬尼佛 從法座起 現大神力 以右手摸 無量菩薩摩薩頂 他用大神力 用右手 摸很多菩薩的頂 同時去摸他們的頂 就是現在 釋迦佛爹一隻手而已 但他現很多手 同時摸一切眾生的頂 而作示言 我於無量八千萬億 柯真騎劫 收集是難得 柯柳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今以附足遇等 遇等 應當一心留佈此法 廣令真益 他講了三次 這句話 那是怎樣的感覺呢 其實就是 我收這個無上正等正覺 是收了很久 很久 很久 你有這樣的深深智慧 我現在去附足給你們這些大菩薩 我去給你們這些大菩薩 那之後佛陀呢 他就說 我這樣給你們這些大菩薩 其實佛呢 是一切眾生的大師主 我給你們這些智慧的時候 我是沒有任何的沽寒 沒有任何的收買的 那所以 我給你們這些佛法的時候 你們得到法義 你們也都要將這些佛法 給一切眾生 你給一切眾生的時候 也都要學佛陀那樣 完全不保留 沒有保留的去給一切眾生 像佛陀那樣不沽寒 如果你可以這樣 有一個不求回報 不沽寒的心 這樣去給一切眾生 佛法的利益 如果他是相信究竟智慧的 你就教他妙法蓮花經 如果他不相信妙法蓮花經的 你就教他其他慎心的法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呢 你就已經報了諸佛的恩德 佛陀的心是這麼厲害的 這麼偉大 他完全 不是說 我給了你這些佛法 之後你要給我一些什麼回報 不是 他只是求 我現在這樣去教弟子 之後希望你們 不要收心 你們要毫無保留 這樣去教其他 你認識的所有人 如果你這樣教他們的時候 那我就沒有所希望 這樣就已經報了我的恩德 那這些就是佛陀的偉大之處 這些這樣的 完全是毫無保留的 真是深深很大方地去 給任何有緣眾生 由頭到尾 都只是為了所有眾生 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確 而去做的一個說法 那所以 這樣去做的這個 這個說法 你看到 說那個人背後的心 是多無事 多麼偉大 聽到這樣 其實 你會感覺到 所有菩薩 都會很感動 就是 聽到佛陀這一句的時候 他會很珍惜 很恭敬 所以經文說 菩薩 Advisory thread 怨不有雷 很恩重地回答了三次 重覆又重覆 佛陀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做的 其實這是什麼 這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內容 報答佛恩 經文又說 意思是釋迦馬尼佛令十方來諸分身佛各還本土而作示演 諸佛各除所安多保佛塔還可如故 諸佛就是為了開這個保塔建地勇菩薩 現大神力而出現在法花會上 現在要做的任務完成了 自然回到他們的國土利益眾生 多保佛塔還有事要做 還要聽這部經 所以就留在這裏不走 說是與時十方無量分身諸佛 一一座保樹下獅子座上者及多保佛 並上行等無邊阿珍奇菩薩大眾 謝利弗等聲聞四眾 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那歡喜什麼呢 各人有各人歡喜的理由 可以歡喜釋迦佛 這麼通情達理 在適當的時候 請諸佛回去本土 同時也可以說得這麼文質奔奔 諸佛割除所安 你看到佛很帥 又可以歡喜諸佛的功德圓滿 因為他所做的目的 大家已經獲益良多了 又可以是剛剛開悟的菩薩 對這個法有無量的感恩心 所謂歡喜 總之大家皆大歡喜 以上就是足女品 之後就來到 《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經文說 已是肅王花菩薩百佛言細尊 若王菩薩雲何有於娑婆世界 細尊是若王菩薩要若干八千萬億 那由他難行苦行 善哉細尊願小解說 諸天龍神夜叉 乾達婆修羅加羅羅 緊納羅波後羅騎 人非人等有他各土諸愛菩薩 及此聲民眾民皆歡喜 《妙法花經》一開始就是 佛陀為了一大事恩怨 無問自說 去講出佛陀的秘密 多了佛塔和十方佛 用來證明這幅經 那現在十方佛 回到本土了 任務完成了 所以接下來 就是有不同的菩薩 來做當機眾 去成就這個說法恩怨 那蘇黃花菩薩一早就知道 這個若王菩薩的苦行事跡 所以就請佛講一下這位菩薩 究竟是何方神聖 為何由於這個疏婆國土 如何利益眾生 乃至他的八千萬億奶油灘難行苦行 去眾多的苦行之中 講少少給大家聽 這個時候佛就說 好了 乃黃過去無量行河沙劫 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尊佛就叫做 日月證明得如來 佛的壽命很長 四萬二千劫 菩薩也是一樣的 和佛一樣壽命 大菩薩眾有八十億 大聲民眾有七十二行河沙 日月證明得佛的證套 沒有女人的 其實沒有女人就是 沒有性別不平等 同一性別 全部就像天人一樣化身 佛的證套就沒有四惡道 和種種的將道因緣 就是這個世界的災難 地下就平到一粒沙的粒位都沒有 流離鎖成很多寶樹 七寶台 其實是一個很standard的證套 菩薩聲紋都會坐在樹下 很多寶樹 寶樹 寶台上面 就有無量的天人 寶台上面 就像一個舞台那樣的概念 天人就在這個舞台上面 演奏這個天樂 去讚嘆供養日月證明得佛 這個時候 佛陀就為了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有一位菩薩叫一切眾生起見 就跟眾生民眾 菩薩眾講妙法蓮花經 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就修行這個妙法蓮花經 精進經行 一心求佛 滿萬二千歲以 得現一切色身三回 那菩薩呢 他說一心求佛 那有機會是修這個念佛三回的 實相念佛 那之後就證悟到這個 現一切色身三回 那現一切色身三回是什麼呢 那這裡是一個伏筆來的 那之後就會講了 那其實佛呢 一直都是形容著這個這樣的三回 那菩薩得到這個三回的境界呢 當然就很歡喜 那他又想報答佛陀和妙法蓮花經 那即時呢 以三回的力量呢 在虛空之中 散花散香 好像落雨那樣 那他就用一隻叫做 海齒岸煎壇 極名貴的香 海齒岸煎壇 怎樣名貴呢 綠珠就價值一個娑婆世界 綠珠是怎樣 綠珠就是 四分一兩 四分一兩這麼小的海齒岸煎壇 就價值一個娑婆世界 那價值這些東西呢 就是因為稀有啊 所以貴嘛 那用香來衡量土地 是什麼意思呢 相信就是 穩盡一個娑婆世界呢 只能夠提煉 四分一兩 這些海齒岸煎壇 那所以很名貴 連這些這麼名貴的東西呢 一切眾生氣見菩薩呢 可以隨意好像不用錢那樣 落雨那樣落下 那樣供養細尊 那這個世界沒有什麼 他都變不出來了 因為這個現一切色身三會的功德力 經文又說 我須以神力供養於佛 這個是跳了 那 看看先 我沒有寫到 那他經文就說 作事供養以 從三會起 而致念言 那他做了這個供養之後呢 那自己就想 我雖然用神力供養佛陀 倒不如我用自己的身 來去供養佛陀 那他做了什麼呢 積伏豬香 煎壇 分錄 兜留婆 不力加 沉水 交香 又喝這個 尖白 豬花香油 那這個分錄就是乳香 兜留婆就是香草 不力加就是丁香 沉水 交香 又喝這個 尖白就是 尖白就是大黃花 加上這個其他的花所提煉的香油 喝了幾來 1200歲 喝了很久 那之後用這個香油呢 淘滿身體 用一些漂亮的衣服 天保衣 包著自己的身體 再用這個香油 好像喝口樂 灌下去 那之後用這個神通願力呢 自然燃燒來供養佛 燃燒自己的時候 那這個光呢 騙照80億恆螺沙世界 那這個不是一般世間的火來的 這個是用大神力所生的火來的 那其中呢 這個80億恆螺沙世界裡面呢 就有一切的諸佛 讚嘆這個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那就說了 善哉善哉善男子 是真精進是明真法供養余來 那乃至到用世間一切的物品呢 物質去供養呢 都沒有辦法相比的 在一切布施之中呢 最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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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用法來供養諸如來 那這個其實就是布施波羅蜜圓滿 一切布施之中呢 最尊最尊最尊 就是寫生供養了 它燒的不僅是物質 它燒的是我執 顛倒妄想 那它做到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代表它可以寫一切 沒有什麼它寫不了 寫一切呢 就可以得到一切 它什麼都會變出來 現一切式身 那福報呢 就會變成這個無限 因為界限已經破了 那布施道呢 這個布施波羅蜜 就去到彼岸的境界 那火呢 就很猛 又是燒了1200年 那一切眾生 起見菩薩呢 命中之後呢 就在同一個淨土那裏 有一個叫正德王 在他家裏自然化身 那它就說了 一出生就懂得說話了 大王今當之 我驚行彼柱 即時得一切 現諸身三昧 勤行大精盡 捨所愛之身 那這個 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呢 現了身之後呢 它其實就得到 很多智慧的境界的 那它怎麼樣呢 我先供養佛義 得解一切眾生語言 陀羅里 它可以解一切眾生語言的一個總詞 它得到這個能力 它現一切色身都不如指 它還可以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里 八百千萬億 那由他 雅加羅 雅加羅就是千萬億 這個 貧婆羅 貧婆羅就是一百個雅加羅 就是一個貧婆羅 就是十少 就是 阿初婆等計 一百個貧婆羅 就是一個阿初婆 就是一千少 那這個菩薩聽到妙法言花經 一千少守己之後 那它就得到這個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里 那什麼時候聽呢 就是燒了身之後 在中音那裏聽 中音身那裏聽 聽完之後呢 就伸到正德王的家裏 那現在呢 又準備去親近佛了 那其實等同於沒有死過 菩薩的自在 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死或者生 它全部都記得了 它還會去找佛 就不像我們凡夫一生出來 就是一塊飯 什麼都不知道 又要學這個走路 所有東西重新學過 那菩薩去見佛 那就是讚佛了 那就問了 世尊 世尊你為什麼還在這個世間呢 世尊為什麼又故在世呢 那其實 這個是一個暗號來的 菩薩一見到佛陀 那他就說 世尊為什麼你還在山呢 那是一個特別的訊息來的 沒有人會這樣說話 那佛同一切眾生去見菩薩呢 就說了 善男子 我裂盆滅盡的時候 已經到了 那你可以幫我安屍這個床座 執下個位 那我今晚呢 就會入裂盆了 那菩薩本身就沒有生滅了 如來怎樣有生滅呢 那所以要知道呢 他們是在演一場大龍鳳 就是一場戲來的 要導聲聞人發 這個阿羅多羅三義三菩提心 那所有都是劇情需要的一個事演來的 那佛陀呢 他就把所有的佛法 阿菩薩弟子呀 天人呀 乃至到他的世界 所有寶樹寶台呀 乃至所有捨離呢 都附足給這個 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那之後呢 就在夜後份呢 入這個大裂盆了 那以時呢 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呢 見佛滅盜呢 那他怎樣呢 就表現得很悲傷 很心痛 很戀無於佛 那用這個最名貴的海齒岸殲壇呢 供養佛身 就是你塗皮的時候 你燒個身體 你要用很多木材的嘛 那他 綠珠就是梳婆世界了 那他好像 塗皮那樣 不斷丟 那樣去燒這個佛身 那燒完佛身之後呢 那就收取這個 八萬四千的舍利 那每一個舍利呢 就起了這個塔了 八萬四千座塔 那便遍佈全世界 那菩薩也覺得不夠 那於是乎呢 他就跟一切的大弟子 天龍夜叉 那他就說了 與等當一心念 我今共養 日月證明得佛舍利 那菩薩呢 就在這個 八萬四千座塔前面呢 將自己那雙手呢 燒了去 燒了多久呢 燒了七萬二千歲 那你看 他燒的身體都是 一千幾多歲 一千二百歲而已 那他燒兩隻手呢 是燒了七萬二千歲的 為什麼呢 這一段其實是 很有意思的 他首先說 與等當一心念 所有人看著 所有人看清楚一點 專注一心 安住在正念 又或者一心 憶念我 做這件事的意義 我現在就 燒被 供養佛舍利 燒了七萬二千歲 但是你想想 菩薩得現一切 息生三回的時候 是一心求佛 滿千二百歲 之後就得到這個三回 那現在所有人呢 看著菩薩 在燒那隻手呢 燒了這麼久 那當然是劇情需要 為了度眾生 就慢慢燒 所以呢 菩薩自己延伸 這麼短的時間 燒被竟然更長 六十倍 七萬二千歲 長六十倍的時間 那期間呢 令到無數 求聲聞的 無量柯真騎 這個修行人呢 發菩提心 所有的聲聞人 回小向大 乃至呢 街市得住 現一切息生三回 令到那些人 回小向大 不得止呢 中得到這個稀有的三回境界 那大家雖然開悟啦 那但是呢 天仁和阿修羅呢 見到菩薩沒有了對手 那他就很悲哀啦 這樣說 啊這個菩薩是我的老師喔 那但是 現在呢 變成這個傷殘人了 那身不具足 身體又缺陷了 那大家就 很悲哀 那但是 這裏我 我一點點提外話 好嗎 那就是講 就是如果大家 有細心看的 為什麼會有阿修羅呢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記得我 一開始講的時候 這個 這個 異時 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 見其無悲 幽老悲哀而作善 此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是阿等師 教法我者 而今消避身不具足 那就很悲哀啦 那但是呢 在這個 這個 經文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 彼國無有女人 地獄 惡鬼 畜生 和阿修羅 那阿修羅 那阿修羅是從哪裡來的呢 阿修羅為什麼會為菩薩 悲哀呀 他的老師 即是他在同一個世界 他不是釋迦佛 會上的阿修羅 他是日月證明佛國中的阿修羅 那其實 如果是必定要解釋的話 那也有一個解釋方法的 那我穩盡所有祖師大德那些 都沒有講到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 觀醒菩薩 《壽記經》那裡 那其實就有講的 如果一佛 一入滅的時候 世界會變動的 那極樂世界呢 就會變成這個 眾寶普集莊嚴世界 那觀醒菩薩就成佛 那就沒有了天人 和聲聞眾 只有菩薩大眾 那這裡可以推論的就是 日月證明得佛 一滅到的時候 那天人就墮落了 變成阿修羅 對 天人墮落就是阿修羅 那所以 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呢 就是 負責教化這個 人天阿修羅 三善道的眾生 那就燒了手臂去做這件事 那就是提外話 回來那個故事 那大家就很痛心 那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是大家很歡喜見到他 最受歡迎的人 那如果你喜歡的人 變成了傷殘人 那你都很心痛很擔心 那菩薩呢 為了安眾生的心 和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師 那在大眾面前就說 我寫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 若實不虛 令我兩臂還福如故 我今天放下這兩隻手臂 未來必定會成佛得到金色之身 如果這件事是真實不虛 令我兩隻手回復之前的狀態 那發了這個誓之後 兩隻手自然生出來 那為什麼呢 又寫了 作是誓意自然還福 由師菩薩 福得智慧 唇厚所致 當義之時 三千大千世界 就震動 又天遇寶花 大家都很開心 發氣充滿 那其實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佛陀可以將所有的菩薩 聖文 所有事情 乃至那個世界 交給他的時候 他寫不寫兩隻鼻 都必定成佛的了 那但是 因為他得到這個現一切 識身三回 他燒了兩隻手 三番二百隻手出來 都沒有問題 那因為 他是福得智慧無量無邊的關係 但是為了利益眾生 發大菩提心 一切的動作 都是一種善巧方便引導 事宴種種的相和識身去度眾生 但是 而菩薩本身 就如夢幻一樣 菩薩本身如夢幻一樣 不生不滅的 所有不真不減 予予不動 那經文又說 佛高 肅王花菩薩 於以雲何 一切眾生 起見菩薩 起義仁苦 今若王菩薩是也 其所捨身佈師 如是無量 八千萬億哪由他數 如果有人發心修行成佛 可以言 手指 乃至腳指 供養 佛塔 即經文後面有說 那這個供養 就勝過用一切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真寶 身愛物 來去供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發供養 你向菩薩學習 勤行大精進 放下你所愛的身 那燒手指的過程 就可以去除自己對身體的愛著 這個是很高的修行 那我們的師公 聖家老和尚 都有燒手指 那這個太師公 虛魂老和尚 都有燒手指 那怎樣做呢 就是 扎著手指 一個禮拜 等他壞死 那就是用那些煎檀木 桃香 抹香 香油 綁在一起 就是燒 那通常都是燒 這隻無名指的 那燒到焦了 黑了 那有股肉味 那然後呢 大力一咬 砰 這樣 就完成整個過程了 那身體會不會有後遺症呢 那各人因緣不同的 有些沒有 那有一部分人呢 神經線 不知道燒壞了的問題 那不時會有痛症的感覺 那隻手可能會沒有那麼靈活 那有取捨 那你可以寫了一隻手的 這個靈活的功能 那得到這個放下 身心執著的一個覺悟 那當然啦 是不是可以 一定這樣做 就得到很多覺悟 很多智慧呢 那這個行為其實都要看 行者本身的因緣 適不適合的 如果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 去做 那就增加過失和傲慢了 所謂這個 客層易服 家賊難防 你外面做了很多事情 那但是你心裏面那個家賊呢 你沒有去對峙他的話 那也是套勞無功了 那這個心其實會讓我們 發一個很好的修行夢 那這個心會騙我們的 那你修了很多年 然後繼續輪迴 原來 全部都只不過是滿足自己的妄想 那所以很小心啦 功德就不是為了給自己的 一切都是為了菩提的 為了覺悟 為了眾生 那若王菩薩本事品呢 有非常之特別的一個功能 那還有它是針對女眾的修行人的 那經文說 有女人文是若王菩薩本事品 能受辭者盡視女生後不伏手 那女生就是喜歡扮靚啊 認為自己靚啊 也喜歡別人認同她是靚的 那這些 這樣的概念啦 這些這樣的想法啦 那就是 身見很重啊 就是對自己的色身 那個執著呢 很重的 那會介意別人的眼光的 那比較著重自己的身體啦 所有東西 那現在呢 叫她放下自己美麗的手指啦 要她做這個有缺陷的人啦 燒手指啦 受辭讀 你只是去讀這些這樣的知見呢 都已經可以解脫你的女人身 更何況去實踐這個修行 那所以經文說啦 日如來滅後 後五百歲中 又有女人文是經典 余說修行 於此命中 即往安樂世界 阿彌陀佛 大菩薩中 圍繞住處 新蓮花中 得菩薩神通 無身法隱 得是隱而眼根清淨 這個綠根清淨 那個眼根清淨 以示清淨眼根 見七百萬二千億 哪由他行河沙等 諸佛如來 那些佛陀呢 就遙遠地見到你 你就會得到諸佛的讚嘆 你修行修了 釋加埋佛的法 你這麼精進 那樣 那他就說啦 你於一切世間天人 無如於者 一切世間的天或者人 都不及你 為隨如來 其諸聲聞 辟知佛 乃至菩薩 禪定智慧 都和你無得比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入不退轉為 不退轉於無上菩提 必定成佛了 那這個就是 對女眾修行人的一個 很好的法門 那如果你受慈督眾 去思維這些 法的話 那你就可以慢慢 去你那個有身見 那經文又說啦 此經則為嚴浮提人 病之良若 若人有病得聞事經 病即消滅 不老不死 那楊菩薩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又叫做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呢 其實他是專門呢 治療這個眾生的身病 和心病的 那所以聽到這幅經呢 就可以究竟滅除 眾生的一切 顛倒妄想之病了 那人人成佛呢 證悟這個常住發生呢 那就可以去到這個 不生不老 不病不死了 說是 若王菩薩 本事品時 百萬四千菩薩 得解一切眾生與然 陀羅里 多寶如來於寶塔中 讚宿王花菩薩言 善哉善哉 宿王花 於成就不可思義功德 乃能問釋迦牟尼佛 如此之事 利益無量 一切眾生 以上就是 若王菩薩本事品了 之後呢 就來到這個 妙音菩薩品 第二十四了 意是 釋迦牟尼佛 放大人相 欲計光明 及放眉間 百毫上光 欲計就是這裏 百毫就是這裏 這兩道就放光了 那這個光呢 就騙照東方 八百萬億 那由他行河沙等諸佛世界 然後呢 就去到有一個叫做 靜光莊嚴的世界 那裏面有一尊佛呢 就叫做 靜花叔王智佛 那裏面有一尊大菩薩呢 就叫做這個 妙音菩薩 那 照到這個光的時候呢 那 靜花叔王智佛呢 這個妙音菩薩呢 那他就 想往這個 就是知道 他就要去這個 梭婆世界那裏 去接見這個 釋迦牟尼佛 還有眾多的大菩薩眾 去親近那邊的佛 那這個時候 他就 妙音菩薩呢 就跟這個 靜花叔王智講 去梭婆世界 那於是乎呢 這個 靜花叔王智佛呢 就跟妙音菩薩講 於莫興彼覺 身下烈賞 那你去到呢 就不要看不起 我們 娑婆世界那裏的國土 娑婆世界呢 有很多山呀 石呀 佛的身形呢 又比較細的 菩薩的大眾呢 他們也是比較細的 多布佛塔呢 都只不過是五百尤巡的 就是四千多公里的 那但是呢 妙音菩薩呢 你的色身呢 是四萬二千尤巡 那麼高的 那靜花叔王智佛呢 更高大 就是六百八十萬尤巡 那麼高的 那麼我們凡夫呢 他的眼界就沒有辦法 見到這些菩薩和佛的 因為太大了 那麼所以佛就告誡這些菩薩 和跟隨菩薩 去娑婆世界的所有大眾呢 那麼就沒有分別 這個佛和那個佛有高低 那麼佛佛呢 是道同的 是現世 但是本來面目呢 就無大世之分 正位之別的 於是乎呢 妙音菩薩呢 不起於左 身不動搖 移入三回 正是坐在這裏呢 用三回定力呢 在這個奇舍的掘山 法座附近呢 就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百萬四千朵 用這個金銀珠寶 所造成的蓮花 黃金做經 白銀做這個花反 鑽石做蓮花的蘇 紅色的樓梨做蓮台 很莊嚴的花呢 用來供養這個妙法蓮花經 那麼他先宴這個花供佛 那麼之後呢 文殊菩薩呢 他就問了 釋迦牟是佛 為什麼什麼因緣呢 這些花會出現在這裏呢 那麼佛就回答了 妙音菩薩 想同這個 百萬四千菩薩 在淨花縮黃至佛的國土 來梳婆世界 供養親近禮拜於我 亦同時供養聽法花經 那麼文殊菩薩呢 又問了 那麼菩薩究竟收什麼法門的呢 入什麼三回的呢 有這個神通力 希望世尊呢 可以叫這位菩薩來吧 娑婆世界 那麼我就可以見到他 那麼見到之後 就可以學他的境界了 那麼佛就說 此狗滅到多寶如來 當為遇等而言其上 那麼多寶佛呢 就會為大家請他過來 那麼多寶佛就說 善男子你來吧 文殊菩薩想見下你 那麼 那麼釋迦佛呢 為什麼自己不叫呢 很大可能就是 妙恩菩薩是多寶佛過去的弟子 那麼所以就是叫多寶佛去叫 那麼所以就有這個恩怨 於是乎呢 妙恩菩薩於彼國末 那麼 那麼菩薩所經過的世界呢 全部都地震 六種震動 那麼在圖中呢 一路散那些七寶蓮花 那麼天人的樂器呢 八千種呢 不彈呢 就自己在這裡演奏了 那麼菩薩一現身在娑婆世界呢 經文就描述 究竟這個大菩薩是什麼樣子 他就說 是菩薩目如廣大青蓮花葉 他這隻眼的形狀呢 就好像這個青蓮花的花瓣那樣子 很漂亮的 正史和合八千萬月 其貌端正 復過於此 那麼天空之中呢 最耀眼的就是月亮 但是呢 正史和合八千萬月亮和合的耀眼呢 都不及這位菩薩的端正 那麼耀眼 真的很帥 很帥 很莊嚴的相貌 然後呢 身真金色 身體呢 黃金閃閃發光 無量八千功德莊嚴 有無量的智慧 慈悲 佛法功德來莊嚴自己 所以威得很刺成 很巨大的一位菩薩 那麼到了梳婆世界 頂禮釋加茉莉佛和多寶佛 這個時候呢 有一位菩薩叫做花德菩薩 那麼他就問了 細尊究竟呢 廟恩菩薩是做了些什麼 縱何善根 修何功德 有是神力呢 佛就說了 過去呢有一尊佛叫做雲雷音 那廟恩菩薩用十萬種 在這個一萬二千年裏面呢 用這個十萬種樂器去供養演奏給佛陀聽 其後就供養了這個八萬四千個七寶佛呢 給佛陀 那所以呢 就伸到這個淨花縮黃至佛國 那有這個大的神力了 那當然菩薩過去也是親近過無量的佛陀 修行了很久的 那佛陀呢又繼續說了 花多菩薩 你現在只見到菩薩在這裏 那但是菩薩實際上呢 是同時在十方國土處處為眾生說法的 或者示現做這個大凡天王的身 或者做這個帝式天 自在天 大自在天 轉輪黃的身 長者身 比丘比丘尼四眾弟子 天龍百步 菩薩佛身 乃至到示現入滅 就是死給你看而去到眾生 就是任何的方法呢 他都可以現入出來利益眾生 在此 娑婆國土為諸眾生說是經典 於神通變化智慧無所損減 因為沒有分別 所以這個身呢 就算現一切式身在十方世界 心都是不增不減 不是說我這一杯水 那麼多的智慧 分給你這個眾生 這樣都是我分完就沒有了 有個限制 它是我分多少出去呢 它自己那杯水呢 都是滿的 都是無所損減 所以十方世界呢 同時是無盡地去利益一切眾生 無量無邊 又不會覺得很忙 又不會覺得很累 不離本處 它在本處 但可以騙由十方 利益眾生 不知道我們 非常累 什麼時候結束呢 這樣 一堂又一堂 現在又六堂 28號又六堂 九月又六堂 一路一路去 感受這個恨苦 原來是一路逼著去的 生命的流轉 那樣 那但菩薩不會 菩薩是完全一路做 是覺得是順其自然 自動操作自動 花德菩薩又問佛 這個妙恩菩薩真是心中善根 他住在什麼三會的境界 而有辦法辨現利益眾生 佛告花德菩薩 善男子其三會明現一切識身 妙恩菩薩住是三會中 能如是遙益無量眾生 佛一講完妙恩菩薩品 與遙益菩薩一齊來梭婆世界的 百萬四千菩薩 就無法證明現一切識身三會 而梭婆世界亦有無量的菩薩 得到這個三會 但是同時又得到陀羅里 即是一切眾生與然陀羅里 又好像這個若王菩薩 他是先得現一切識身三會 延伸供佛 之後才能再證明陀羅里 但是梭婆世界的眾生 與淨土的眾生是很不一樣的 怎樣不一樣呢 為土的眾生 忍辱和智力是特別強的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眾生 忍辱力和智慧力是特別強的 如果你真是大菩薩的話 所以三會和陀羅里 可以同時得到 淨土的眾生 福比較強 所以他只得到三會而已 但是他要再修才能得到總詞 那個陀羅里 說善表恩菩薩來迂品時 四萬二千天子得無身法隱 入初地 花得菩薩得法花三會 之後就來到這個大家很熟悉的普門品 以時無盡意菩薩 即重座起 偏袒有堅合掌向佛 而作示宴 世尊觀世音菩薩 以何恩怨明觀世音 無盡意是出家菩薩 所以偏袒有堅 佛的真團 就不只是出家的聲聞弟子 又有魂 無盡意菩薩是 這個東方不秦國 普然如來世界的人 即是他方國土來的菩薩 他就問佛 為何觀世音菩薩 名叫做觀世音 佛就說 如果有無量八千萬億 那麼多眾生遇到苦難 聽見觀世音菩薩這個名 一心念這個名 菩薩就即時會觀眾生的音聲 然後他們就全部得到解脫 有苦難你念就得到解脫 有緣的眾生菩薩就可以到 一心清觀世音菩薩的名 其實就是建立這個緣 無緣的眾生 就算菩薩是騙法界普門事現 什麼叫普門 普就是普遍一切處 門就是通一切處 是騙一切處都通的 那麼菩薩就算是這麼大的能力 無緣都救不了你 不是菩薩不想救你 而是菩薩沒有辦法 沒有條件救你 你不念他的名字他救不了你 因為眾生的境界其實是唯色所現的 我們充其量 菩薩充其量可以引導你的心 但是沒有人可以100%控制你的心 如何去經驗這個世界 觀世音菩薩是等著眾生去叫他 不過未聽過觀世音菩薩這個法門 又或者不相信佛法 那就自然不會唸 那就自然無緣了 那麼唸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可以滅我們的苦呢 因為觀世音菩薩 只是這個菩薩的名號 其實他代表很多究竟的實相 和這個無緣的慈悲心 無緣就是不求條件的一個大慈大悲 你一心唸這個名字 其實你是唸它的內容 你不是一個空洞的名字 那麼世間的惡法呢 自然就跟你不相應了 你有這個清淨心呢 菩薩的願才可以召到你 唸觀世音菩薩而有感應 那麼這個是跟菩薩的願力是有關係的 民生救苦 超越了這個業力的障礙 因為你念 你就進入了菩薩的範圍 那個願的範圍 那麼觀世音菩薩是隨時ready好幫我們眾生的 但是呢 我們眾生未必準備好給他幫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一心 經文說 有慈是觀世音菩薩明者 切入大火火不能燒 由是菩薩威神力故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呢 都要因緣具足的 喝水呢 是會止渴的 但是你喝不夠 只是喝一滴 那就止不到渴的 量 那個量 quantity 和質 那個quality 都是這個因緣條件來的 因緣條件具足呢 就自然火不能燒了 如果念觀世音菩薩一定火不能燒的話 那麼世界就不用消防隊了 有念佛隊就可以了 那麼所以呢 所有事情要講條件的 那麼大家普門品好熟啦 你念觀世音菩薩 火不能燒 水不能飄 要解脫羅撒之難 乃至呢 這個 若福有人 臨當被害 清觀世音菩薩 明者 彼所執 刀像 尋斷斷 斷斷 而得解脫 嘛 那麼都是在一念自成的心才有辦法相應的 菩薩 菩薩 這個不可思議的神通是有的 但是也要你自成 你散心雜念啊 質量有問題啊 念一下斷一下 又不恩重呢 那都幾難刀尋斷斷壞 不信你試一下 你一定是條頸斷斷壞 把刀不會斷斷壞的 那經魂又說了 若有眾生 多於淫欲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欲 若多親慰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親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痴 那麼念觀世音菩薩呢 是可以淨化個心的 因為你常念 還有有這個恩重 恩重就是 那個quality保證 這個質量 恭敬心 質和量就有保證了 要達到淨化 是要在每一句裏面 有法的內容 這裡寫恭敬心 其實恭敬心是因為 你念菩薩的大慈大悲的德行 我怎樣恭敬一個人 我沒辦法就這樣去發一個恭敬心 如果我不知道他的德行的話 所以你念他的德行的時候 他的無條件 他的大智慧 那你的恭敬心就會生起 菩薩的自在 你對菩薩這個十地的境界 我之前有說初地至十地 這些菩薩都有了 那你對他這個境界有仰慕之情 那恭敬入面有隨起 認同讚嘆 那因為對象是十地菩薩 那所以你恭敬是什麼 你恭敬、認同、讚嘆入面 必須是對這個菩薩 有這個菩提心的一個成份來的 即是你的所緣是菩薩 你認同他的話 你自己都一定會有菩提心 他不只是一個婆子的信仰 停留在這個求車得車 求買樓得買樓 那你恭敬 到後來你就會想 如果我可以像菩薩一樣 你說多好呢 如果我可以做到觀世恩菩薩 千處祈求千處應 那眾生就不會有那麼多苦 和我有緣的眾生就可以離苦 就是這一份心 那你就會無貪、無親、無恥 必須是這樣唸 因為你恭敬觀世恩菩薩 那所以當你見到苦難的眾生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反應 你會有一個使命感 你要幫助眾生離苦 你不會見到眾生苦 但是你平時念觀世恩菩薩 而覺得OK 沒有什麼去苦不是我苦 那但是你念觀世恩菩薩 你恭敬觀世恩菩薩 你認同他那份精神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使命感 想要幫助眾生 那如果你有這個反應 就代表你的心開始轉 那這個過程叫做轉色成智 將你凡夫的心 轉成菩薩的智慧 那當然有他力的身份 即是觀世恩菩薩會加持你 以及你用觀世恩菩薩 做這個憶念的對象 做所緣 但是他都必須要自力 因為你不努力收 就不會有這個果 你不念沒辦法 照到你 那其實念觀世恩菩薩 念觀世恩菩薩的名號 怎樣念呢 那普門品呢 講了很多很多內容 那你看完之後呢 你就思維一下 菩薩的偉大 那因為 他是在 就是種種眾生 正在受苦難 無助的時候呢 他真真正正可以頭頭救拔 乃至到給予快樂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他有很多 就是那些 那些遵領位 他可以令到那些眾生 可以一時間離開很多苦 應以何身得道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那你念完一大輪之後呢 你就用一個很恭敬的心 那就去想 就是總括了 一個總詞 在一個這樣的句子那裏 你就說 觀世恩菩薩真是厲害 觀世恩菩薩真是厲害 南和觀世恩菩薩 然後定心在這個恭敬心那裏 那你這樣定心在這個恭敬心那裏 你這樣念 你可以由一個信心 引發無量的善心 來淨化自己 是有這樣的作用 你只是覺得觀世恩菩薩很厲害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什麼貪真慈了 你要相信這一點 他已經起不到那個作用 若有眾生 恭敬禮拜觀世恩菩薩 福不堂捐 如果你用這樣的恭敬心 你平時有收這個恭敬心的時候 你這樣去禮拜 你可以一時 敢招無量的福德 因為經文說 如果有人盡形受 供養飲食、衣服、餓具、衣藥 給62億行河沙菩薩 又授持他們的名號 無量的功德、莊嚴、成就的大菩薩 但是佛說 若福有人授持觀世恩菩薩名號 乃至一時禮拜 是二人福 正等無異 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這個福還會在未來輪 八千萬億劫不可窮盡 於八千萬億劫不可窮盡 一直輪下去的 六十二億行河沙菩薩 我們地球的人口都是六十幾億而已 那就是 那條行河這麼多的沙 印度那條行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印度最大的那條河 很多沙的 你想想 一粒沙是一個地球 而每一個地球 都有六十二億人 就是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每一個人都是大菩薩 那你在一生 同時 四時 就是飲食衣服我具 供養這麼多大菩薩 而這個福 竟然跟一時 即是很少的時間 去恭敬禮拜 觀世恩菩薩的福 是一樣的 所以 佛說 是故眾生皆應受慈 觀世恩菩薩的名號 這個這麼方便的法門 這麼厲害 這麼好的東西 所以所有眾生都應該去做 所有眾生都應該去 念這個菩薩的名號 你懂得賺錢 就一定要念觀世恩菩薩的名號 就是你一念一個 就頂了你六十二億個 那其實 不止六十二億的 是一職一切 一職一職一 不可窮盡的 在同一念之中 你就在念一切的十地發生大事 正等無二 因為全部出自同一個真與實際 觀世恩菩薩正悟這個實際 所以 這個菩薩 不是一個 而是無限生 是法界生 跟十方大事同一發生 所以受慈觀世恩菩薩 就是受慈法界的實相 受慈一切菩薩的莊嚴功德 無盡以菩薩又問 究竟觀世恩菩薩是怎樣 柔化 跟之前妙恩菩薩一樣 精文身 繁黃身 志在天身等等 總之 現一切悉身三回 應以何身得道 即現何身以為說法 經文最後有一段很有意境的 用來形容觀世恩菩薩的普門示現 就是這樣的 真觀清淨觀 真觀就是真如究竟清淨實相 菩薩是從這裡出來的 廣大智慧觀 這個就是真空妙有 一切種子 知一切相 因果的智慧 悲觀及慈觀 智慧再加上慈悲 那些就會起用利益眾生 現一切悉身 眾生就會常願常占養 有緣的眾生就得到利益 為甚麼呢 因為無咎清淨剛 惠日破珠暗 你迷就暗了 覺悟就光明了 覺所覺空 空了就殖滅了 就自在解脫了 火是空的 你覺去空 你念觀世恩菩薩這個法界真如 一念相應 切入大火 火不能燒 空就自在了 空就有這樣的解脫能力 悲體戒雷震 慈以妙大雲 以這個大慈悲為體 以大慈悲為意 以大慈悲 說金怒法 即是身口義 都是大慈悲 恕金怒法語 滅除煩惱嚴 乃至 珍重經觀處 報位君陣中 念悲觀音力 縱願式退散 珍重經觀處 這裡其實可以翻證 你死的時候 跟這個閻羅王對面 輪迴 去下一道 有大報位 有生死的魔君 你念觀世恩菩薩 就可以解脫生死去淨土了 所以 妙恩觀世恩 凡恩凱朝恩 聖彼世間恩 事故須常念 如果你有經常分修 念念陌生意 觀世恩淨盛聖 於苦怒死厄 能為作依惡 這就是眾生在生死之中 最大的歸依處 具一切功德 一切菩薩的功德 全包 全包了 持眼視眾生 那菩薩真的想幫眾生 無私地利益眾生 福罪海無良 事故應鼎禮 那你就得到這一份大福報了 那慈地菩薩呢 即時就說了 如果有人聽到 這個觀世恩菩薩的事跡呢 自在之業 普門試驗 神通之力 這個人的功德呢 一點都不少 功德還很大 因為你在生死之中 遇到這個法門 其實就好像仙丹一樣 好稀又好難得的 你有了這件事情 有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了一切苦出輪迴 究竟成佛了 好 那交代了 以上就是普門品 那下一品呢 就是 陀羅尼品 陀羅尼品 就是利用這個咒語 去加持保護法師 保護護詞 這個修行人 那每一句都是繁文 可以找回他的意思的 那心有這個意思 在念這個繁文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總辭佛法的作用 如果不看意思去念呢 那就偏向用這個信心 和正念去養像這個咒語的力量 那繁文 印度人相信是天人的語言 那所以 你懂得繁文呢 你就會有天人去保護你的法 那我們 就是 大家自己回去慢慢看 這個陀羅尼品 OK 那我們就去到 《妙法蓮花經》 《妙莊嚴皇本事品》二十七 那據這個偶奕大師所說 其他經文有一個故事 就是用來講 補充這個這樣的經文這一段 就是講這個《妙莊嚴皇》 有一個王 叫做《妙莊嚴皇》的前身 那出自這個《法花經》顯示錄那裡 那故事是這樣的 那曾經就有四位比丘 那對《法花經》就非常之恭敬尊重 那他們雖然處於末法時期 那但是非常用功 那約好在深山那裡修行這部《妙法蓮花經》 那當時呢 沒有人供養 那有四位比丘 那其中有一位比丘呢 就發願 發心 終身去服務其餘那三個人的飲食 那最後呢 真是很好 最後那三個人都修行得到成就 而開悟的 那而這一位比丘呢 就繼續輪回三界 那有一次這位比丘 即是輪轉的過程 有格勢之迷嘛 都不記得自己的修行人了 那遇見這個國王出嫁 很大陣仗那樣 那起了這個貪慕虛榮的心 貪慕虛榮 那於是乎呢 他就因為這個這樣的心 身身身細細呢 就在人間天上呢 就做這個皇帝了 為甚麼 因為他福布很強 他之前供養過那三個 收法花經 而開悟的人呢 得到了成就 那他現在 要甚麼呢 一想就已經得到了 那雖然福布很強 那但是終有一天呢 會用完的 一用完呢 那就墮落這個地獄那裏 受無量苦了 那之前呢 那三個人呢 已經開悟和正果了 那就想報答他們這個恩人 那之後呢 他們就開會 那得出那個結論呢 就是 若非愛勾 無由可拔 如果不是用這個愛 這個親情來勾住他 沒有東西可以拔除他的苦難 那於是乎呢 他們三個人呢 就 見到這個皇 在這個身死那裏一路流轉 那他就做他的親人 那他們曾經都是同修來的 那有一個呢 你想想 菩薩真的很辛苦 一個做了他的夫人 端正夫人 很漂亮的一個夫人 那被他娶了 那其餘那兩個修行人呢 就做了他兩個聰明的兒子 那所以呢 就這個妙莊賢王本事品 那就是妙莊賢王的背景 那當時呢 因緣成熟 剛巧呢 就有佛出世 叫雲雷陰叔王花智佛 那佛陀呢 為了引導妙莊賢王呢 那佛陀就當時開廣妙法蓮花經 那王有一位夫人叫做靜德 靜德夫人 那兩個兒子 有一個兒子叫做靜壯 另外一個叫做靜眼 就是以前那三位善知識 那全部都是大菩薩來的 那修行完滿 得到無量的菩薩大定 那三位境界 那這個時候呢 靜壯靜眼菩薩呢 就想說 約了媽媽靜德夫人 一起去聽佛陀說 妙法蓮花經 那靜德夫人呢 知道因緣成熟了 那她就派這個靜壯靜眼 先去引導妙莊賢王 慰焰神變 焰這個神通 那之後呢 就可以一起去見佛了 那因為妙莊賢王呢 之前就信了這個外道 外道有小神通 那所以呢 靜壯靜眼菩薩呢 即時就 見到她爸爸 那在上聖虛空 七多羅樹 經常說 七多羅樹就是 多羅樹就是椰子樹 七棵椰子樹那麼高 飛到很高 那在虛空之中呢 行住助我 那然後呢 就好像放煙花那樣 那身上出火 身下出火 身下出水 身上出水 或者 變得很大 騙滿這個虛空 然後再變得很小 好像這個矮盒那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Advengers 就是變大變小 入地如水 就是穿牆 溺水如地 在水上走 那令到呢 妙莊賢王呢 信仰動搖 因為他本身因為小神通 而信愛道 那見到大神通的時候呢 一定會信仰動搖 那很想見一下 這個靜壯靜眼菩薩的老師 那於是乎呢 義子就百言了 那他就說 大王 彼魂雷音叔王 花至佛 今在七部菩提樹下 法座上座 於一切世間 天人眾中 廣說法花經 是我等師 我是弟子 那富王呢 就回答了 我現在呢 就想見一下你們的老師 這樣一起去 那王一見到佛陀呢 佛陀就跟他說法 是教理起 那佛知道廟莊園王 恩怨成熟呢 就跟他授記了 那他就說 此王於我法宗 作彼憂 精勤收窄 作佛道法 當得作佛 浩梭羅樹王 那這個廟莊園王呢 皇帝都不做了 百萬四千歲呢 修行廟法蓮花經 然後就證不到這個 一切證功德莊嚴三回 那覺悟到他之前呢 兩個兒子呢 這個恩怨 是他的善知識 那為了發起這個宿世的善根呢 那才生到他家裡的 那他就跟佛陀這樣說了 那佛陀就說 於是 於是 如你 如於所言 若有善男之善女人 眾善根故 世世得善知識 能作佛事 是教理起 令入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大王當知善知識者一世大恩怨 所以化到令得見佛法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那眾善根呢 所以就有善知識了 沒有善根沒有種 就沒有善知識了 那所以呢 我們沒有善知識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買完了 那你種善根 就自然會有善知識了 不是 就是外面沒法令到我們沒法 而是我們沒法 所以外面沒法 問題其實在自己那裏 那當時廟莊嚴王 就是依家的花德菩薩 於以雲何廟莊嚴王 喜而仁乎 甘花德菩薩是 其靜德夫人 甘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 甚麼意思呢 光照莊嚴相其實是在說 之前在這個廟恩菩薩品的時候 佛頭用光去照他方世界 然後有一個莊嚴相的菩薩 就是廟恩菩薩 那廟恩菩薩就是靜德夫人 愛問妙莊嚴王 及諸眷屬故 於其中 申其二子者 今若王菩薩 若相菩薩是 這個就是他們的往式的一個恩怨 以上就是妙莊嚴魂本事品 之後就來到最後一品 我們時間一路去了 而是 普賢菩薩 以自在神通力 威得命文 與大菩薩 無量無邊 不可清掃 從東方來 他們到了娑婆世界 禮佛 妖佛七澤之後就問了 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滅道之後 怎樣才可以得到這部妙法蓮花經 得到他的儀利 所謂眾善根得善知識 要得到這部無相的法寶妙典 眾生是具備些什麼善根 其實就是在問這件事 佛就說 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 當得是法花經 首先第一 就是一者為諸佛互念 佛是互念一切眾生的 不過你要得到這份互念的功德 你就要修行佛法 成為佛弟子 你依教奉行 佛陀的互念就召到你了 你念佛 佛陀就念你了 你就跟佛陀就近了 與佛有緣了 就可以得到無量的福報善根 視為諸佛互念 二者植眾得本 要做一個有德行的人 善根是種植地種出來的 你信佛你要用智慧灌蓋這個信 所以修行人越學越不動搖他的信心 信心就會具足 世間的東西越來越不會騙到他 他不會取世間的價值 多於佛法價值 所以可以用佛法價值來取代世間價值 精進又是一樣 可以灌蓋 越來越知道自己怎樣才可以進步 乃至念念之中 都可以養成修行的習慣 有智慧 就知道忍辱、誠實、守戒 心裡面就好像一塊田一樣 植眾得本 很多有營養的善根就生起了 第三 三者入正定罪 眾多善法的成就 善定這些是大善法 有這麼大的善法 就可以入正見、正定之中 即是般若波羅蜜實相的智慧 所以無所住、無所貪戀而生的定 這就是正定 入正定罪 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這個是入如來塞 就是我之前所說入如來塞 穿如來衣 佛陀安住的心境 佛陀的心房 即是根本的目的 你有了這個初心 後面的路才是成佛之道 如果你沒有這個初心 那只不過是資糧 世間福佈 所以有這四法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必定成佛的法花妙利 因為這部經 直接視真實上出來 非常稀有的一部經 而明白得到這個妙法的條件 方便便方便菩薩去流通蘑揚 這個時候 普遍菩薩發願 如果在末法之中 有人受持這部經 他便用他的力量來守護他 安慰他 令他修行無障礙 乃至一切鬼神 都沒有辦法騷擾到他 如果有人誦經 乃至打坐 普遍菩薩 會親自去到這個人面前 加持他 那麼業障輕的 就見到普遍菩薩 得到這個三會和陀羅里 什麼陀羅里 叫做船陀羅里 八千萬億船陀羅里 法音方便陀羅里 船 船轉的船 船就是 隨意將一切佛法 解到相應究竟實相 就是智慧是很厲害的 可以將任何的法 隨手黏來 都可以解到變成究竟實相 那麼一切法 船入一法之中 然後就是八千萬億船陀羅里 就是在一法之中 船出一切的分別法 一生無量 雖然 他可以知道這麼多這樣的佛法 他可以解到 所以 他就可以 要這個發音方便陀羅里 才可以 有四種辯才 表達到他所種辭的佛法智慧 就是這三種 這三種這樣的陀羅里 就可以令到一個人 好像智者大師一樣 說法九十日 解一個妙字 他都不會 沒有任何滯留 就是完全很順暢 普賢菩薩就說 如果有人 可以一心精進 妙法年花經 滿二十一日 他就會親自去到那個人面前 說法 示教理起 然後傳授一個咒語給他 行者得到這個咒語 一切的非人 都沒有辦法破壞他的善根 也不會為女人所滑亂 女人或者男人 有慾望 總之就沒有辦法 擾亂到他的心 這個時候 普賢菩薩就說了一個咒語出來 大家回去自己看 這裏不解的 如果有人 只是書寫這部經 他死後就可以往生到逃離天 如果如說修行 又沒有發願去西方極樂世界等等 那就自然去到兜率天 即是美奈菩薩內院裡面 和大菩薩俗一起修行 然後佛陀就讚嘆普賢菩薩的魂怨 佛陀就說 他會用他的神通力 守護 受持 普賢菩薩的名字的人 流通這部經的人 佛在整部經 一直在讚嘆 他的種種的功德 然後一直在警告大家 不要誹謗這部經 乃至佛陀 最後又再重複一次 如果有人修行這部經 現世 有無量的善根智慧 不畏三毒所露 貪真痴 不會腦亂到他 不會成為困惱 能夠修行普賢道 即是成佛之道 利益眾生 不久的將來 一定又會成佛 重複又重複 如果有人誹謗這部經 現世和後世都有無量的苦 所以如果有人 見到修行廟發言花經 離遠見到這個人 都要去迎接他 對他恭恭敬敬 因為這個是大福田 是世間的善知識 當如敬佛 當他是佛陀一樣 這樣就尊重他 為甚麼 尊重法的緣故 因為這個是究竟法 說是普賢菩薩 勸法忍時 行河沙等 無量無邊菩薩 得八千萬億船陀羅里 三千乃千世界未曾等諸菩薩 據普賢道 據普賢道即是甚麼 圓滿了菩薩道 真是剩下了十地 真是一個圓滿的境界 佛說是經時 普賢等諸菩薩 勢尼忽等諸星文 及諸天龍人非人等 一切大會 皆大歡喜 受慈佛與作禮而去 這部經就結束了 準備了半年 這個佛法 我想每天 起碼是幾個小時 在看祖師大德的語錄 今天很開心 終於可以完成到這個說法 接下來我還有兩次 感恩佛菩薩 讓我一路去一路說 我們大家一起做一個回向 好嗎 大家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阿彌陀佛 重用這個功德 迴向給我們的唱懷老法師 知道他之前往生了 希望可以一切的功德圓滿 往生極樂世界 然後隨緣回來利益一切的友情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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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